以上就是本次课程的全部内容 好的,我们然后从视频网站上 这个是我们在指教云中的 关于智能家居的一些介绍 那么我们从 网站上我们来再找一些智能家居的 因为刚才可能说的还不够 因为它的内容的话没有很实时更新 我们来找一些智能家居的一些概念 我们在上一节课中说过 我们智能家居目前做的比较好的就是 以物联网为例 做的智能家居比较好的就是小米了 那我们来先看一看 你们这个小米的这个智能家居 目前它做起来是个什么样子 是个什么样子 其实后面是一个电表 就是用这幅画的这个电脑的档 就是用这幅画的这个电脑的档 这里是用这幅画的电脑公司 在这幅画的里面 就是用这幅画的这个电脑公司 就是用这幅画的电脑公司 我们看到两个亚画的电脑公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红云智能家居让生活转起来 智能终端多种色彩方案 摆搭各种装修风格 鉴具都市生活感与科技美学 金属波轮让触摸质感更亲肤细腻 均匀柔和的呼吸灯视觉感受 高清RTPS显示屏 超大视角范围 效果细腻艳丽 视网磨屏单位像素点超越iPhone7 全新突破技术 无惧杂音与距离 轻易求精的态度 打造出国际一流质量的波轮 光地式旋转感应芯片 零度磨损 云般流畅 WiFi Zigbee蓝牙三种协议 在物联网架构下形成互补和扩展 产品质量符合德国 TUV安全认证标准 传统智能面板外观复杂 难操作 体验差 设计阶段面临诸多工程交叉 沟通繁琐 设计困难 施工阶段 安装配电箱 开槽布线工程量巨大 调试困难 成本高 维护麻烦 系统故障维修 必须专业工程师上门 后期新增设备拓展改造困难 无法通过系统升级 接入第三方服务 时代在变迁 技术在进步 红云智能家居 引领无限时代新潮流 优质的家居环境 来源于非凡的智能化体验 生活的情调 在指尖的旋转与触碰中 蔓延开来 清触手机终端 温度 光线一秒掌握 便捷语音控制 小朋友也能操作 快速解决家居环境中的冲突 物业信息清晰展现 一览无余 智能终端安装简单 一接一卡 一旋便完成 无需布线 施工更加简单 去除涌杂凌乱布线 智能终端与模块 通过无线网络 稳定链接 拓展灵活而快捷 构置的新电器插上电源 便可快速融入智能系统 系统升级 轻松享受更多智能服务 红云智能家居 分公司遍布北京 苏州 深圳 成都等地 售后及技术服务网点 遍布全国 为您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 红云智能领航 无线技术 率先开辟市场 产品已大量应用在 精装公寓和别墅项目 并与万科签订战略采购协议 一定能够成为装修的标准化配置产品 红云智能为万科提供了定制化的智能家居集团 未来通过采注电商 有助于让更多的客户 能够体验到这样的优秀的产品和服务 在当今AI技术不断进步的时代 未来智能家居将会更关注用户的交互和体验 红云智能创造性地整合了语音 无线通讯和控制技术 研发并实施了面向精装交付工程的 智能家居解决方案 同时红云团队洗了全球行业的人才 正开发可迭代的软件系统 并结合大数据 让我们客户获得高附加值的服务 让我们客户生活更加美好 我们深入用户实际需求 以科技利命 以品质迎新 红云智能家居 The Window of Digital Life 好的 大家看到了刚才 当然是一个厂商的一个宣传片 这个宣传片 当然每个厂商都有 小米当然也有 我要说的就是什么呢 你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 华为小米 这些我们的消费巨头 他们每个都有自己的 智能家居的 还有什么各种牌子都有 TCL甚至也有 传统家居也有 这声明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第一个把 智能家居拿出来给大家看呢 就是因为智能家居现在是我们物联网中 是我们物联网中 实现的比较好的一个落地应用的方面 它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 如果大家这个稍微的 在日常的生活中关注一下的话 就会发现在我们生活中 现在已经经常出现 所谓叫做智能装修 智能家居装修的这样的店 以前这个买房子 这个可能装修都是像普通的 就是把你把家里装潢好 那现在已经不光是一线二线 甚至三线四线城市 都开始大量出现这种叫做智能家居装潢 你到它那里去 它可以给你提供整套的解决方案 就像刚才我们在视频中看到的那样 一键实现灯光 光线 电器 等等方面的控制 甚至在手机也可以实现 这个是现在已经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 不然的话 它的这个采用这样方案的 这个装修公司不会这么多 我们以前我们有很多学生 这个之前毕业的学生 他们现在就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就是从事这方面工作 在这个行业里面工作 就是去把人家装这种智能家居的产品 这种现在已经相对来说 比较的比较的普遍了 但是它的这个成本也不贵 你想实现这样一套智能家居的话 大概也就几万块钱 那么相较于这个房价来说 或者装修费来说 这块钱其实还是比较低的 人员的接触度还是能接受的 但现在就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这个行业的概念 都来自于这个谷歌的这个 就是收的那个家庭里面的一键控制器 就像你刚刚看到的一个像圆盘一样的东西 这个是一个家具 智能家居的入口 小小的问题在哪呢 这里所展示出来的所有智能家居的应用 看上去都很美好 都很美好 但是它不是还没有形成人的一个刚需 它只是一种颈上添花的这种内容 就是说比如说我到了家之后 我在到家之前 比如说夏天 我可以在车上就可以 或者回家的路上 地铁上就可以通过手机 把家里的空调或者灯光什么的打开 来实现这个家庭的环境的控制 到家之后 你就可以有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 但是这个好 但是必须吗 有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还不是很必须 所以这是目前这个智能家居要解决的一个方案 虽然它已经很完善了 就目前来看的话 基本上它能全完善 你家的家用电器几乎都可以介入 只要你家的家用电器是有需要遥控器控制的 或者遥控器能够控制的 家电设备几乎都能够直接地接入到智能家居中 但是现在问题就是如何让它变得必不可少 如何在某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上去解决人们在生活中的问题 那么才会使这个智能家居真正的方展壮大 好 那么下面我们继续再看一个视频 就是我们这个发的内容上的智能医疗 我们来看一看 主要个视频大家来看一看 同学们大家好 本次课程的内容是智能医疗的发展现状 我们先来看一个精彩的医疗过程 今天我的救护车得知一起交通意外 估计来自于一个头盔 到达现场前救护车已查到伤员病例 还在书工以外就找好医生 确定就职方案 并用路灯沟通 确保一路疼通 还能以眼感器 飞行员和体育馆实施互联 当然他也善于倾听 这就是智能医疗 利用物联网技术 使得医疗信息化 完全改变传统的医疗方式 本次课将从概述 国内发展 国外发展 和发展趋势等方面 讲解智能医疗的发展现状 首先让我们认识智能医疗 智能医疗是通过打造健康档案区域 医疗信息平台 利用最先进的物联网技术 实现患者与医务人员 医疗机构 医疗设备之间的互动 逐步达到信息化 智能医疗通过物联网技术 将卫生医疗系统中 各个环节连接到一起 智能医疗包含 数字化汇整 远程汇整 智能专家数据库 政府监管平台 影像中心 检验中心 穿戴医疗设备 和医疗交通等 与普通医疗相比 智能医疗 不仅具有传统的医疗功能 还提供了全方位的 信息交互功能 使病人得到最及时救治 和健康保证 2004年 物联网技术便应用于医疗行业 当时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采取大量实际行动 促进RFID的实施和推广 2008年底 IBM提出了智慧医疗概念 设想把物联网技术 充分应用到医疗理由 实现医疗信息互联 共享协作 临床创新 诊断科学 以及公共卫生预防等 接着 让我们来看看 智能医疗在国外的发展现状 美国 加拿大 欧洲 澳大利亚和日本等 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 先后提出 建设各种智能医疗的计划 但不同的国家的 国情不同 因此 智能医疗的建设情况 也不一样 美国 1993年开始 出现整合型的医疗卫生服务网 即智能医疗初始模式 2000年 美国区域医疗信息组织机构成行 在医院信息系统建设 电子病例开发应用 信息标准化建设 和区域医疗信息资源共享 取得很大成绩 英国 2002年起 10年 投资 62亿英镑 由英国国民医疗保障体系 NHS 建立国家医疗信息化项目 NPF IT 包含 医疗健康记录服务 电子运约系统 电子处方传输系统 以及信息基础架构 及网络 日本60年代 开始引入计算机技术 用于财务 医院管理 医疗急救等领域 日本研究机构 根据国际和国内 有关医学用的标准 利用文书型定义 制作医学标准语言 包括病例的 腺病史 既往史 生活史 体检记录 影像和实验室检查记录等 智能医疗的发展 分为七个层次 一 是业务管理系统 包括医院收费 和药品管理系统 二 是电子病例系统 包括病人信息 影像信息 三 是临床应用系统 包括计算机 医生 医主录入系统 CPU1等 四 是慢性疾病管理系统 五 是区域医疗信息交换系统 六 是严床支持决策系统 七 是公共健康卫生系统 总体来说 中国处在第一 二阶段 向第三阶段发展的阶段 还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CPU1 主要是缺乏有效数据 数据标准不统一 加上供应商欠缺临床背景 再从标准转向实际应用方面 也缺乏标准指引 我国政府为了推动医疗技能化的发展 也在2009年印发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管理规范 事情的通知 做好了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 和临床应用博物 保障医疗治疗技术的医疗安全 这都为智能医疗 互联网行业的发展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 我们来了解一下智能医疗的发展趋势 我国医院目前仍存在着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接受在他家医院体检报告 严重地阻碍了医疗信息化发展 我国智能医疗发展 还面临着以下问题 医疗资源不均等 各个医院之间不相互承认体检结果 智能医疗设备供应商缺乏临床经验 医疗数据和信息标准不统一 随着物理网火术的发展 未来医疗向信息化 个性化 以动化方向发展 通过有效的物联网 可以实现医院对患者 或是亚健康病人的实时针断 与健康提醒 从而有效地减少和控制 病患的发生与发展 到2015年 超过50%的手机用户 使用移动医疗应用 如智能胶囊 智能护腕 智能健康检测产品 将会广泛应用 借助智能手持终端和传感器 有效的测量和传输健康数据 实现医疗大健康 课程的最后 大家思考一下这两道题 好了 本次课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好的 我们刚才看的这个小的视频 简单介绍了一下 就是智慧医疗现在所处的一个状态 当然他列举了一些我们国家在智慧医疗的推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那么物联网在这个过程中是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特别是针对我们国家这个医疗资源不均衡的这个问题 我们在以前可能说过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这个 在很多这个贫困的山区 比如说贫困的山区里面 那么你想让他这个做一次这个高水平的医疗检查是很难的 由于他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封闭 然后物理上交通 地理上交通很不方便 在这种情况之下 想让他做高水平的检查 不可能 第一个他不愿意出来 他走很难走出来 第二个他就算走出来的话 那么他到了他最近的这种所谓的医院的话 他你这种医院里面的医疗水平也很低下 那么有没有可能使用物联网的技术 使得这个全国的人 不管你身在地理上身在什么位置 那么仍然可以 仍然可以这个统一的使用 全国最优秀的医疗资源 那么通过物联网就是可以 那么通过物联网的话 我们就是把这个个人的 这个身体状况 通过各种各样的传感器 这个AI图像识别等等 各种各样的技术 把它连入我们的网络 让我们的专家在远在上海 北京南京这样的大城市 拥有优秀医疗资源的这些团队 那么在家里面 在电脑上就可以获得任何地方病人的一手资料 比如说我的血压 血糖 我们的这个生理特征 甚至我还可以远程的帮你做手术 这个在5G时代也是可以实现的 在之前有一个广告 就是专门用来做远程的 5G的无岩石的远程手术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地理上的 由于我们把人的状态 纳入到了网络中 所以地理的隔绝就不再是问题了 所有的信息我们都可以在互联网上 互联网上进行这个交互 这是互联网在医疗中所定义的远景 这个跟我们在刚才说的智能家居中就不一样了 它解决的是硬性需求 它不是那种景上添花 它解决的是硬性需求 它是跟人的这个生活 生命 健康 息息相关的 所以智慧的医疗将会是在 特别是现在5G 刚刚推广 而且这个开始成型的时候 将会是一个物联网 下一个可能是爆发的一个点 就是智慧医疗方面 再举一个例子 智慧医疗还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智慧医疗在物联网上现在这个大数据 人工智能 也很火热 是吧 那么智慧医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领域 就是使用计算机辅助进行 这个 这个汇诊 计算机辅助汇诊 什么意思 比如说这会儿我在家里面 假设我这会儿有一个机器 或者说我这会儿在我的社区的这个社区医院里面 虽然他没有很好的医生 但是他有一定的设备 比如说可以帮我拍一张肺部的这个CT照 但是呢 这里的医生呢 可能这个水平有限或者护士水平有限 他不能给你非常确定的这个判定 你到底肺部怎么回事 有没有肺癌 那么在这个领域呢 有一家公司呢 现在他们已经在做了 就是通过AI跟数据判别 就是图像识别啊 你只要登录他的网站 把这个 拍到的这个CT片的这个电子稿上传给他 他将会在几秒钟之内给你一个判定 你到底有没有肺癌 他是怎么做的呢 他不是靠一个人坐在电脑后面 帮你去判定 他不是 他是设计了一套这个人工智能的大数据分析的软件 图像识别的软件 然后呢 这样的话可以做到非常高效的识别 而且他的识别准确率比一般的医生可能还要高一点 当然他可能没有那种经验丰富的专家来的这么准确有效 但是他会比一般的医生 起码不比一般的医生差 这家公司的话也是一个初创公司 但是他们获得了很大的投资 可以说在智慧医疗领域各个方面都会产生解决方案 只要有需求就会产生解决方案 刚才只仅仅举的另外一个例子而已 下面我们就再来看一个简单的这个机会医疗的宣传篇 我们再次 我们这个宣传篇是从这个视频网站上的 我们光看刚刚那个有点不够 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的 美帝从改变开始 世界唯一的不变就是变化 自然界顺其慢变 生灯活日新月异 你怎能重步不前 推开眼前的门 主要讲讲5G副轮的智慧医疗与健康副轮展望 5G发展态势主要在于发展要素 它的成功的关键以及发展路线图 它先进发大国家 对这方面有很大的布局 就是给它足够的资源 这个墙加中国的这个这次方面的发展一些战略 中国在失联之内走了三个阶段 从2009年1月的这个三季发布 一直到这个2019年的6月6号 这个失联我们跨了三代 就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 这个话说 媒体上或者 这个EMBB就是超大宽带 超高苏力 为什么这个宽带非常大 在5G这个时代 这个VR AR还有360度的这个视频等等之类的 都趋向于常规 但这样就要求它的速率很大 宽带很高 在这个5G时代 我们实际上就有很多新的技术引入 其中是这个大规模天线 大宽带和波数形成等等这方面 那么这个第一是MWC就是世界移动大会 这个今年2月份做的 它这个主要就是说 手术一个远程一个指导 所以我把它分了一个远程手术指导 试掉了 我这边有个专家或者是啥的 那边有一个人 当然也是有一定知智的医生 也不是一点啥不懂 它会教你怎么做 但是这个两边的视频可以互相 直接的传输 这是最主要的 而且可以互动 比如说那边有个窜口 我这边这个医生可以在上面画一个标记 说你就是一边切 这下面有血管 有啥东西 你注意的不要切深 切后从哪个角度切 大家共享大学附属 对施医院的做一个超深的 他超深他这个医院里面有几个点都摆好了 一二三四四个产品都摆好 就5G的 这样一个可以首先 其实可以在这儿做应用产品一 手术实时指导 他的手法产品的图片 就这样一个做一个演示 后面这个基于像国外就注重的 这个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院外的 他有什么智慧 在医院里他有智慧病患 在外面有智慧这个 他模仿了这两个实验室 这样这个里面的各种传感器技术 VR技术 AR技术 还有5G 所以可以做远程从医院里来去 来去管理这些病人 这样可以减少一些负担 前面这些大家都说 现在这个5G 就是一般是医疗行业是一个保守的行业 但在这次这个情况有所不同 但医院的院长和医院的信息科主任 包括一些专家名师也都很感兴趣这个 可能是因为要拿一个定义的这样一个称号 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实际上还有一个初始探索阶段 它是一个可行性研究 首先只是技术上是有可行性 当然以后面有说的充足的幕后技术团队 可能有10个20个人在后面技术团队保证 这个是单目一定要成功 这个可靠性 那么再一个 现在基本上都是一个Wi-Fi的形式 就是用这个CPE它这个拿出来 就是设备本身没有一个 MODEM可以传输的 我缺乏统一和透明的医疗环境下的网络性能评价指标 安全体系以及增加性 这个方面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就是每个人自己做一个代目 然后大家这个东西都是没有一个标准 一个评价来说的 让我们都自己说就可以了 后面这个创新医疗器械 包括我们这AI医疗器械 它和传统的独立的训练 然后加上5G以后传输以后那就更加不同的 所以我们需要有新的医疗器械方法的一个标准认证 这个联合在一起来做 这个方面对AI这个是今年事业份刚刚起重了 但是5G这个还是没有说法的 基障5G这个本身我不是说对人的干扰 因为在这个手术室里面我去过手术室去看了开胸手术 这个里面是非常非常敏感的复杂的 就是里面5G基站来连接所有自己的室备 因为它有很多很多室备 对于电磁负责这个对它有没有影响 这方面都要进行研究的 现在这里要进行三业化的过程 你可以一些不可能做的事现在可以做 真正要三业化是非常困难的 谢谢大家 欢迎来到咱们的 首先再来由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鱼饱的传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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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为移动医疗解决方案 无线网络稳定灵活 覆盖全面 让医生随时随地快速完成无线PEX月片 提高效率 结合标签定位技术 让医生查访轻松便捷 让患者用药准确无误 让资产管理万无一时 高效而富有弹性的卫生专网解决方案 为医院区域卫生平台提供性能可靠 安全稳定 易于扩展的网络环境 为复杂的医疗业务提供有力支撑 通过高性能的存储设备 和完善的数据中心 荣灾解决方案 从居民健康档案 医疗影像等卫生数据的产生 保存分析利用 提供全身应重器管理 百万级IoPS能力 确保大数据的安全可用 利用制针设备固件的 远程医疗解决方案 能提供高临长感的 1080T高清晰画面 协助支持医疗专家 对病情做出准确判断 为医疗教学提供手术场景的真实黄源 降低宜兰杂症的诊疗成本 提高效率 华为凭借 不知道他这个 他这个影片视频可能有点问题 好行 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关于智慧医疗方面的一些 通过视频的介绍了 通过视频的介绍 我们下面呢 继续往下看 我们今天的第一节课嘛 这个少讲点东西 因为照顾一下这个 什么可以可以使用 或者已经说发挥效应 嗯 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些年这个新技术的应用在物流中所起到的 这个决定性作用 最近的这个双11或者双12这个 物流的压力啊可以说交易 交易额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快 但是你发现收到包裹的这个延时越来越少 甚至可以几天就能拿到 这背后呢 其实都是新的物流的技术在发挥的作用 特别是像这个一些示范的 比如说小房车 这个 还有这个材料物流啊等等 他们都在使用的最新的不管是机器人也好 不管是这个物流网也好 还是大数据也好 都在 统合应用在 物流领域 从而使得物流的效率 一步步的提高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中国的物流可以说是 如果说刚才前面智慧家居或者 这个智慧 医疗 中国的这个水平在世界上还不是特别的领先的话 那么在智能物流这一块的话中国是目前可以达到的水平 是非常高的啊 在全世界范围来看都是非常高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小的 视频 小的视频我们来看一看 在 在在 物流网在智慧物流或者 智能物流中 我们可以做怎么样的应用 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智能物流的发展技术 我们先来看一下 物流业主要面临哪些问题 经济全球化 物流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 智慧物流正在改变世界 低效率地寻找乘运商 或车辆资源 完全靠经验进行运输路线设计 运单优化人工方式 效率低下 无法准确预测未来 运输业务量 运输资源安排不合理 设备利用率较低 货主 物流公司 难以协同合作 资源共享 无法有效监控车辆 难以合理调度车辆的装卸货计划 无法对运输异常情况进行提前预警 这就是目前物流业面临的问题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智能物流能够很好的 解决仪式账问题 发展智能物流 比成为弊达 那什么是智能物流 还有什么典型特点 发展现状如何 有哪些具体应用呢 我们首先看看智能物流的定义 智能物流 是利用集成智能化技术 使物流系统 能模仿人的智能 具有思维 感知 学习 推理判断能力 自行解决 物流中的某些问题 智能物流贯穿于 生产 配送 运输 销售 以及追溯的 物流权过程 并在此过程中 对商品实施 根据跟踪 跟踪与管理 使各项物流活动 高效运行 优化自然资源 和社会资源 智能物流 智能物流有哪些典型特点呢 对货物流动过程的控制 从而降低成本 提高效益的管理活动 信息化 是智能物流的灵魂 是智能物流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基石 第二个特点 是自动化 物流自动化 是指物流作业过程的设备 和设施自动化 如 自动识别系统 自动检测系统 自动分解系统 自动存取系统 自动跟踪系统等 第三个特点 是网络化 网络的应用 使物流信息 能够以 一流成本 及时传递 通过完善的物流信息管理系统 及时安排物流过程 实现物流行业的升级 和物流的现代化 第四个特点 是集成化 对物流系统的功能 资源 信息 网络 要素 及流动要素等 进行统一规划 管理和评价 达到整体运作 整体优化的目的 第五个特点 是智能化 智能化 智能化是自动化 信息化的一种 高层次应用 通过智慧物流园区 智慧化 仓储管理系统 配送网络 和分拨调配系统 来提升 物流企业信息管理 和技术应用能力 智能 智能物流的这些特点 离不开物联网技术的支撑 体现在 签收 运输 仓储 订购等过程 因此 智能物流 是 物联网技术 应用于物流领域的体现 智能物流的发展现状 怎么样呢 目前 智能产品 追溯网络系统的技术 与政策 等条件 都已经成熟 在医药 农产品 食品 烟草等行业领域 发挥着巨大作用 将产品的工厂生产 包装 运输 和经销商 零售商 消费者 联系起来 方便各个环节的 货物追踪 识别 查询 信息采集 与管理 会确保产品安全 提供了坚实的 物流保障 物流过程的可视化 智能管理网络系统 可实现物流过程中 车辆定位 运输物品监控 在线调度与配送 可视化与管理等功能 目前 该系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智能化物流配送中心 借助智能控制和自动化操作的网络 可实现 商流 物流 信息流 资金流的选面协同 目前 一些先进的自动化物流中心 基本实现了 无人搬运车 搬运物料 自动分解 自动出入库 选择物流作业 与生产制造 实现了自动化 智能化 与网络化 面对竞争的日益激烈 和大量个性化需求 与订单 IBM 与2009年提出了 建议着面向未来的 具有先进 互联 和智能 三大特征的 智慧供应链 实现 更透彻的感知 更全面的互联互通 和更深入的智能化 其付近保障网络系统 能够很好的支持 其对客户需求 做出准确的预测 智能物流 在以电商为代表的 各大行业中 应用广泛 京东商城 正在建议 云物流系统 希望对整个 电单 库存 和生产的过程 进行完全控制 做到 品类教权 服务 更好 应当满足率 更好 更好的实现 以提升消费者 体验为中心的目标 云物流 充分体现了 电子商务 与物流之间的 紧密联系 相互触景 马云 计划在5到8年内 把阿里菜料网 打造成一个 全国性的 超级物流网 形成一个 网状的 物理的 智能骨干体系 其主要经营项目有 物流网软件研究 设计 开发 与制作 物联网络技术 开发 与设计的 课程的最后 大家思考 以下两个问题 好了 本次课到此结束 谢谢 好的 刚才 大家看到的是一个 关于一个很 简要的一个 这个 物联网在 智慧物流中的 应用啊 包含了 物流的各个环节 注意物流不仅仅就是仓储啊 物流刚才说了从这个订单的管理 到仓储到 派发 甚至到后面的追溯 各个环节啊 都是 都是物流的环节啊 要说 智慧物流的话 是指物联网在这些环节上都 都可以应用 都可以应用 这一点的话 不要 不要把它太简单化了 认为就是好像存储的方面 当然 存储的方面因为 实现起来效率 比较高 因为它集中 可以大量的使用这个新设备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找一个 找一个 在视频网站上的视频 来 这个对比的看一下 目前几个大的 比如说 亚马逊 Amazon 然后阿里巴巴 跟京东 他们几个的智慧物流的 这样一个小的视频 大家来看一看 在目前 这几个 大的物流企业 或者与物流相关的企业 他们在 这个 物联网的引用上 到底 达到了什么地步 我们可以来 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我们 先来看一看京东的这个 就是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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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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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需要以智能 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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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 字幕 李宗盛 农盛 字幕 李宗盛 策建立 包括气象 启动 启动 农盛 大数损 智能化 精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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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都是得到确定 他没有点明的 在下一节目的 在下一节课必须要来点明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字幕 李宗盛